國民黨立委蔣萬安出席萬華 加納文化節欺負儀式 跟靈民們一一寒暄 展現親和力 今年初也在萬華成立服務據點 被解讀刻意鞏固藍軍票源 因為早在蔣萬安出席 加納文化節兩天前 黃珊珊就曾親自到場 還上臺致辭 跟工作人員開心合照 備戰北市選舉 黃珊珊不知跑的情 加上防疫期間 頻繁到環南市場 恐怕已經瓜分藍軍的票 你會覺得他這樣比較接地氣嗎 會啊 萬安是 他的主任很好 這是說實在的 他比較忙 其實我在萬華地區 很早就開始有提供在地的服務 強調與在地連結 這回蔣萬安出席活動 雖然有在地議員 印曉薇 郭昭炎陪同 卻不見黨內任何議員參選新人 因為蔣萬安初選不斬國策略 讓小雞只能各自找趙少康 張亞中等大咖神員 雖然強勢布局 目前五黨籍的黃珊珊 要不要入民眾黨 民眾黨內意見分歧 其實喔 珊珊 如果是以五黨籍的身份出來的話 她反而比較容易可以吸納到 中間淺藍 淺綠的選民的認同 有些同志認為說 珊珊必須要用民眾黨的身份出來 我覺得都還可以再溝通 先前民調顯示 黃珊珊若入民眾黨 民調略降 備戰年底選舉 蔣萬安跟黃珊珊各有難題待結 蔡電視劇 蔣紅旗正函中 看到 我們就知道 我們一起視察說 我們一起去看 還不及 我們在國際上 你家看